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消息 110年使用牌照税4月1号开征了 今年遇到国定假日得以展延到5月3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说税单都寄出了 请民众在期限内缴款 而缴款的方式十分的多元又方便 民众可以多利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线上查缴税额来缴款 如果遗失税单或者是还没有收到税单 请民众赶快向税务局来申请 110年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 今年适逢五一劳动节假日得以展延到5月3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税单都已经寄出了 请民众在期限内缴款 而缴款方式十分多元方便 也请民众可以多利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线上查缴税额来缴款 如果遗失税单或者是没有收到税单 也请民众可以尽快向税务单位来申请补单 110年的使用牌照税在4月份的时候开征了 那今年的讲到期限 4月1号到4月30号 那因为4月30号缴纳的最后一天呢 刚好遇到导动节调整放假 所以我们的缴纳期限延长至5月3号 缴纳排照税的方式相当的多元 那实体缴纳的据点呢 包含了金融机关 那不包含邮局 邮局不带收 那超商的话呢 缴纳的金额限3万元以下 那网络缴税的方式呢 我们主要今天要推的是行动支付和线上查缴税 那就是你可以下载像台湾配啦 或者是EDPAY等的行动缴税APP 下载以后去扫描我们交款书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完成缴税 那线上查缴税的话 就是到我们的财政部的线上查缴税网站 然后输入你的身份证指号和车牌号码 那它就是可以透过线网络上面 就可以完成你的缴税 地方税务局表示 如果有任何排照税的问题 也请向地方税务局来查询 捷律会欢迎市报导